小猪佩琪和好朋友们去狮子先生的野生动物园里玩 看到了彩色毛毛虫 首先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拖出轮廓 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拖出轮廓 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拖出轮廓 用粉色涂小猪佩琪的头部 用橙色黄色绿色霉红色和紫色涂彩色毛毛虫 用橙色涂小猪佩琪的衣服 用橙色和棕色涂狮子先生的头部 用橙色的线条拖出轮廓 用橙色的线条拖出轮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浅黄色涂小兔瑞贝卡的头部 用橙色和棕色涂狮子先生的头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山棕色涂树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蓝色涂小兔瑞贝卡的衣服 小猪佩琪和好朋友们在野生动物园里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动物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麦姐姐 我们下集再见